最近到了夜深人靜之時 這台北市看起來有點詭異 你會聽到那神秘的哨聲 之後有那大部隊似的 這種追殺的事件 在那台北街頭上演 這究竟出了什麼事情 感覺上這是一個 組織性的犯罪 因為他們其實似乎有人發號施令 然後有人追隨 去做這一些殘殺的事情 我們在講的是什麼 我們在講的是最近台北市 竟然傳出了有系統的 對於貓進行獵殺的活動 那這個很怪 台北市最近的貓 怎麼那麼倒楣 之前有人虐貓 好 他可能是虐兩隻 虐一隻 但是現在估計已經有上千隻的貓 遭受到我們剛剛講的這一種 幾乎是屠殺 虐殺士的行為 上千隻 這麼多 怎麼會這樣 那目前的話 其實我們接到的一些案例 應該已經有八 九十起了 已經非常多起了 但我們不知道有沒有重複的案例 但是他們有一些 共同的特徵是什麼 什麼特徵 就是似乎在夜半的時候 好像會先有一個哨音 結果接下來就有一群狗 就群起而攻擊一些流浪罪 畫面上有沒有看見 這其實是監視器拍到的影片 你看 不知道哪兒 當然我們大家都會說 好 貓跟狗平常就算不合 可是牠會這樣子有組織 有計畫的針對一些 特定的流浪貓 然後才做獵殺嗎 應該是不會這樣子才對吧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目前統計看來 全世界養最多的寵物就是貓 第二就是狗 可是大家要知道 貓大部分人類養牠 就是為了陪伴 狗有很多特殊的用途 所以其實出現非常多 很凶狠的狗 牠如果經過特殊的訓練之後 真的殺傷力非常的強 大家會不會覺得很乖 為什麼我們講一陣哨音 這些狗這樣衝過去 都不會背嗎 都沒有狗叫聲嗎 所以你是說是有計畫 有組織性的 對 這一些 大家不要以為牠只有虐貓而已 我覺得牠也虐狗 因為聽說這一些狗的生蛋 都被割掉了 牠被割掉 所以牠不能出生 所以不然的話大家想想看 整群狗 然後在追逐在咬貓 那一定會有叫聲 沒錯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 對動物完全的虐殺事件